这次来扬售我可是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因为我的好闺蜜把他这个客栈最高规格的套房都留给了我 想不想看看呢 上一次装修他把原本两个连着的房间打成了一个套房 所以一边是一个大床 另外这一边呢是活动的空间 你们可以看这里呢是一个吧台 可以在这里烧水 那里还有一个水龙头 然后呢也可以调调鸡尾酒什么的 当然我是不喝酒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沙发 这个可是一个麻将桌 当然我也不会玩麻将 但是呢因为我这一次旅行呢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所以呢我一边也在这里办公 然后这边出去呢是一个阳台 好现在我们一起出去看看窗外面的风景吧 我这几天真是一边上课一边看风景 上课的时候我也给我的学生看看外面的风景 已经惊艳到了三四五六个外国人了 是不是很漂亮 现在我也想给你们看看那一边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 有一个荷花糖 有一个游泳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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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登登登登 好我现在马上就要下一楼了 下次你们想在这里住一晚吗 Follow me and learn Chinese 那请字幕松 Safety 是有一个游泳池